眼睛呢 哭着喊着 非得来找帮生来玩 我就带她过来了 行 嫂子呢 她有事 行 我带你们上去吧 好 走 骑大马 驾 驾 走 走 骑大马 黑彪大哥 骑大马 玩去吧 让你接下来 没有 没有 那个 她妈不在 这雅妮呢 非得今儿啊 要跟孟生一起玩 所以我就带她过来了 不好意思啊 打扰了 快起来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活动身体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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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哥 这是我爸爸童话七国带回来的一对玻璃球 这边有树 好看 这个臭小子 你说什么呢 你把爸爸的秘密都说了 臭小子 来 让大树抱你们一下好不好 抱你们一下好不好 我抱你们到院里 在院里骑大马好不好 好不好 走嘞 上院里骑大马了 骑大马走 骑大马喽 骑大马 听说前天大少爷在府衙 是蛇战群魔大出风头啊 怎么到了我这儿 反而拘禁起来了 在府衙是面对恶人 在这儿是面对亲人 亲人会违背自己的诺言吗 兰兰 我知道 我对不住你 是我辜负了你 我回国之后发生了很多变故 我爸又突然去世了 为了遵守我爸的遗命 也为了挽救妖窝矿 迫不得已 我只能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我知道我自己辜负了对你的承诺 面对这些突发起来的状况 我也很无奈 后来听说你嫁给了黑镖 我也觉得很意外 你的执着和仗义 我一直没有勇气去面对 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聊一聊 没想到 在这样的场合相遇了 我不想改变什么 只是想当面向你问清楚 你知道我最恨你哪一点吗 在我们那次冲动之后 你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你就能另娶他人 我当时就在想 难道 他跟我说的话他都忘记了吗 好在老天爷都眷顾你 让我没有嫁错人 他是条汉子 我看得出来 明彪对你和孩子很好 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我们现在 都各自有了家庭 过去了 就让他过去吧 樊昊 其实我挺敬佩你在事业上的执着和坚持 你也算是个幸运的人 遇上了蔡美娟 他是个好人 好好待他 好好待他 至于孟生 他是我和黑镖的儿子 我会用我的一辈子 用我的生命去保护他 兰兰兰 兰兰 感谢你这番话 让我如实重负 我也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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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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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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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妈 把我交给你妈妈处理好了 好吧 那站起来吧 站起来吧 嘿嘿 嘿嘿 嘿 那我们罚他跟楼上的那个叔叔说话好不好呀 好 好 好 涅涅 你来教哥哥写字画画好不好 好 走 走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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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请 请 还是你们这些刘洋的学生厉害 把洋人的狗腿子搏得体无完肤 你们的事我都听大牛说了 借着辫子的事奚落了狗关 让平日里作为作福的狗关 能够跪在你们面前 敬佩 这王永昌 几次三番地加害你我 为的就是一石二鸟 这次他没得逞 这肚子里不一定憋着什么坏水 咱们得小心点 他就是汉奸走狗 我并不怕他 我和他之间的账早晚都得清算 好 然后兄弟 以后把药窝矿的药杆子挺直了给洋人干 我会帮你的 我看用不了多久 我们这辫子 就该剪了 对了 我有一个朋友叫燕香兰 是我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 我看你们有相同的志向 我想把他介绍给你认识如何 好啊 凡是跟腐败的朝廷和洋人势不两立的 都是我黑镖的朋友 儿子 玩得高兴吧 高兴 妈妈 妹妹已经走了 妹妹走了呀 好不好玩呀 好玩 去吧 臭小子 你们 聊得怎么样 聊得挺好的 烦好我们都快争兄弟了 我心里的这块石头 总算是落下了 以后过去的事都不要再提了 说心里话 饭浩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 现在像他这样的读书人 不多了 天色不早了 要不 你今晚就别走了 真的不行 明天胡彪去山海关 我必须得回去 得跟他们交代一下 兰兰 你和萌生在这儿 一定要多加小心 广场那帮人 不会善罢该休的 我知道了 你路上小心 好 救命啊 透水了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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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家 救命啊 放手了 快来人家 快来人家 放手了 大少爷 大少爷 快点出事了 大面积透水 几十号人被困在井下 陈三 大少奶奶 慌慌张张的 出什么事了 是矿城出事了 矿城出什么事了 有七八十名矿工 被困在井下了 警报都拉响了 大少奶奶 这看来够严重呢 陈三 你去备车 大少奶奶 你 咱们一起去矿城 西花 你在家把孩子看好 记住 千万不要跟老夫人 说这件事 走 妈妈妈 驾 情况怎么样了 底下透水 有七八十个工人 都被困在下面 我们已经在井口 带好了指挥所 走 不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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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让一让 大家都让 大家让 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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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还有很多 还有混蛋的 看好他们 大家不要急 不要吵 大家静一静 静一静 静一静 静一静啊 静一静 人我们一定 想办法救上来 这时候千万不能乱 大家先回去吧 大家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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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不想回去 大家先回去 陈三儿 再快点 好嘞大少奶奶 大少爷 来 范锦士 您快说一说警下的情况 好的 蒙少爷 叫我翻好 好 四大狂难 水 火 瓦斯 茂顶 现在的危险是前一种 和后一种 竖井六百米深处七号水平航道 已经被燃 逃出来的狂空说水位已经齐腰 但地下水还在不断上涨 它们可能会被磨定 麻烦的是通风空间下小 七八十矿工被困在了下面 氧气会越来越稀薄 里面很可能会造成瓦斯聚集 施酒难以通行 会有很大的危险呢 现在这个位置 就是七号井透水的位置 范锦士 现在排水情况怎么样 七号水平的泵房进水 一旦被泉 会面临着停机的危险 如果把备用泵全部都用上呢 上层的已经全用上了 显然还不够 除了排水 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还有一个办法 但必须禁人 即使找到他们 在透水末顶之前 把他们救出来 但这样做太危险了 因为地下的情况不明 瓦斯 茂顶 塌陷 一切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万一下面的人救不上来 进去的人 也有可能出不来呀 好了 我明白了 你现在只要告诉我 人怎么进去 鲍尔文先生 特大喜讯哪 什么喜讯 有窝矿 发生了透水 七八十个人 都困在井下了 这是喜讯吗 老怀 马上向林矿求救 请求抽掉水泵 好 离我们最近的是开瓶 老怀 去 找何华说明情况 请他帮忙 大少爷 开瓶矿可是咱们的对手啊 是啊 少爷 他可是我们的对手啊 真是 行了 现在矿难 才是咱们唯一的对手 快去 洪叔 先保证七号通风顺差 从回风口进人抢修 再向三号五号强力送风 好 大少奶奶总会有办法的 先生 你不能进 我来找何华先生 先生 你不能进 让我进去 何华先生 有窝矿有难了 温家先生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我马上组织人 带上三台强马力的水泵 和备用抽风机 去支援你们 好 谢谢 放心吧 好 就这样办 好 谢谢 我们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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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呢 二少爷 在哪儿呢 这边 来 嫂子 范锦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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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回风口 抽风机受阻 大概 大概是七号号道的回风通道 被他往碎梅块堵住了 范锦石 像这种情况 镜下的人还能坚持多久 顶多几个时辰 倒截几个时辰 三个 有可能更少 要下去多少人 多大把握 大概要七八个左右 也就两成把握 就算有一成把握 也要把人救出 姐 姐 大牛怎么了 妖窝矿出事了 井下透水 奇葩是个工人困在井下 老爸好像正当伴 孟凡浩也去了 彩莲 快帮我看柴子 不行 我得带着他去 走 放手 妈妈 我们要见谁 去见老爷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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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学 大牛 快抱着走 快快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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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惊一惊 惊一惊 听我说 我们商量了一下 现在唯一的 也是最危险的 想救方法 已经决定 救援队 从三号航道 下到废弃的五号航道 通过坍塌的位置 再从竖井 下到透水的七号航道 打通障碍 把里面的七十多个人 接应出来 如果不这么干 再过三个时鎮 井下的弟兄们 就会危险了 这期间 必须打通茂鼎 时刻小心瓦斯的聚集 大少爷 咱们救人 我们是听明白了 可是谁去啊 我 另外 我还需要八个 身强力壮的人 一共九个人 跟我一起下井 这次下井 可能会被淹死 压死 闷死 但那也要赌一把 用两成的希望 救出七十六条人命 四十分 到你了 赶紧叫开了 鲍尔文先生 我实在想不通 柯华先生 为什么要带着人 还有咱们开瓶矿 都舍不得用的 新潜水泵 去帮人家救矿难啊 他们透水死上几个人 不是对咱们更有利吗 王写伴 你的智商的确是很低 要我矿 与我们的矿脉相连 如果他们不把透水解决好 我们也会遭遣 一样的 您这么一说 我就明白了 您这可真是老毛深算哪 不 足智多谋啊 何华先生带来新的水泵和抽风机 来支援咱们了 何华先生 感谢你的帮助 也算是将功不过吧 谢谢 大少爷 我在井下干过 我跟你一块下去吧 不 老海 你留在上面 跟范锦池指挥 另外 你帮我办一件重要的事情 好 您马上找到 这一带的前表层的老塘积水 组织人把肾水的口子给我堵上 好 何华先生 请你务必顶住 矿区的心脏电气坊 一刻都不能出现问题 你放心吧 美娟 崔喜 你们立刻到矿山医院 找英国大夫莫海 让他们拿着社会的药材 马上跟过来 另外组织人 在里面搭建一个临时急救所 家属们充当护理 哥 我跟你一起下去吧 警察你不熟 你不用去了 赶快去准备担架 再生井口待命 好 我一会儿过程 谁愿意跟我一起干 我 我愿意 我愿意 大哥 大哥 我跟你一起去 你二十岁还没到 媳妇还没娶呢 别去了 你也别去了 老田 你家里父母有病 需要照顾我 也不要去了 这样 四十岁以上的 拖家带口的 都把手放下 放下 你是家里的独苗 不用去了 还有啊 有女没男的 也不用去了 大双爷 您家也是有女没男哪 谁说的 我弟弟繁华 会给孟家接上香火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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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五个人 跟我来 还有我 王叔 您年岁大 别去了 没我和他哪儿行啊 我可不想让警下的弟兄们 被瓦斯闷死 大少爷 您就让我去吧 行 那您就把这个酒葫芦 给灌满了 带上 快走 爸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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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烦了 你们怎么来了呀 放点 爸还不是像往常一样吗 上井下井啊 我的乖乖孙儿也来了 好好好 你也来了啊 跟老爷说 等您回家吃饺子 老爷回家吃饺子 好好好 父叔 雅妞儿怎么没来 好孩子 雅妞儿在家呢 别婆婆妈妈的了 还有谁啊 算我一个 好小子 去 拿个黄鸟笼子 交给大牛 丫头 包点饺子 别忘了动动点韭菜 回头 我让弟兄们到家里喝个够 嗯 现在给大家一点时间 跟各自的亲人 去交代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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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兄弟们 下井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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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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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 来得正好 把这些箱子全部都搬走 以后这边有不闯 好不好 一 二 三 好 好 好了吗 我们去那边 快 快 快 这边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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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跟上 快点 快点 你们看 前面就是通往 第七杭道口的小树井 现在他方啊 给堵死了 我 砸给他 等等 这儿有瓦斯啊 得小心点啊 大牛 把衣服脱下来 把大锤裹上砸 好 大少爷还堵这个呢 真不愧是刘洋回来了 来 哥 慢点啊 好 小心点啊 被人我抵护了 好的 大牛 多攒几下 好 来 鱼帮鱼吧 来 爸 大牛 注意观察瓦斯 别给老子断了后啊 没事 小心点 大牛 等一下 要注意观察 多做记录 好 怎么样 指数都正常了 来 我看一下 交给我吧 好 何华先生 何华先生 水泵都已经放下了 已经开始工作了 好的 老唐渗水怎么样了 正在堵漏 好 好 小心点 慢点啊 把距离啊 都拉开 一个一个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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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有人吗 有人吗 有人不 有人吗 我们来救你们了 有人吗 有人救你们了 有人没有啊 有个声吗 又没有人哪 常贵的 把所有蒸好的馒头 送去矿区临时指挥所 那你得有个数啊 我们要五百个 我们这是查破 店小 一时拿不出这么多呀 有多少算多少 继续蒸 好 来 慢点啊 妈妈 孟生 孟生 来 到妈这儿来 来 美娟 这是我们在其他小店 买的些酱牛肉 还有些咸菜 大妈妈 真乖 有人吗 有人吗 我们来救你们了 我们来救你们了 有没有人 人呢 小心 小心点啊 人们 大家都小心点啊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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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救你们了 江花先生 莫花先生 孟夫人 麻烦您了 喝杯咖啡吧 孟先生还在井下 我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 必须要保证万文师 辛苦了 不要客气 对了 还有吃的 不用了 拿给他们吃了 你先过去吧 是 您去忙吧 去那边 来人哪 我听到声音了 有人来救我们了 有人来救我们了 太好了 有人来救我们了 他们在前面 快 都没事吧 好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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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这儿了 善爷 你看 太好了 好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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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 安静 现在还不是欢呼的时候 瓦斯还在聚集 咱们想办法赶快撤离这里 一会儿地下室再上了之后 有冒顶的危险啊 大家听我说 所有人派有队 报数 一个一个地往外走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冯叔 你在前打头 好嘞 冯叔 你去中 好 我跟大牛断后 跟着我走啊 来来来 跟着我走 快 走 跟着 跟着 跟紧点啊 来来 快 一 后面的跟着 来 正好兄弟 快点啊 快点啊 走走走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大家跟紧了啊 注意安全 去 到前面通道提升警口 就上吊楼升警了 多快点 小心脚下啊 来来来 走走 走 后面没人了吧 没了 走 走 走 这瓦斯是越来越独了 我得到前面去看一看 对对对 走走走 跟着 好 来 小心点 没人了吧 没了 快走 小心 你 快走 你 谁 行 骑律 先生 你 席金川 我王尔是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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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园队还有还差两人 还有梵号 洪武 大牛的 我们这个调龙人把他马上升警 刚看不见时 好像里面轰隆的一声 是不是塌方了呀 你 你们怎么不等等他们几个呀 我们必须听大少爷的命令 大叔 就算爬 也要爬到金口 能多救一个 是一个 我们 一定是那个口子塌方了 不好 塌方了 大少爷 大少爷 还有大牛 怎么了 都在里边 大爷 大牛 别呼呼呼 我说 不好了 大少爷和大牛 都还在里边呢 小大方 刚才那边 电子的岩层 禁不住七十来个人的寡三合震动 我是大猛灵 别慌别慌 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空气会越来越少 得想办法 在这石封当中 叫还一条风 现在没有工具 人肉少 怎么办 是啊怎么办哪 来 追 追着石门 弄几根真声梦 当前会时 好 快点 快去吧 你不能进去 你没危险 不能进去 放我进去 我要救大牛 放我进去 冷静点 不能进去 别急了 来来来 快快快 来 来 走 快走 走 不能进去 走 你们不能进去 你们不能进去 你们太危险了 进去 进去 不能进去 再来 都给我退下去 谁要是再往前走一步 我就对他不客气 你把刀放下 一 二 三 一 来 再来一次 好 再来 一 二 三 来 加把架 好 一 二 三 走 快走 谁不让你下去 你就对谁不客气 那就对我不客气吧 大少奶奶 你要相信樊昊 红叔和大牛 他们救了那么多人 他们会自救的 再说你下去 有用吗 我也想下去 我也想下去跟樊昊一起死 我也想下去跟樊昊一起死 如果你非要下去 好 那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就死在一起好了 我们今天就死在一起好了 小姐 你不要冲动啊 让开我 让开我 把门打开 蓝蓝 你不能下去 让我下去 蓝蓝 你不能下呀 你这是干什么呀 蓝蓝 我都放下了 听爸的话好了 矿上有规矩 女人不能下去 要不然不吉利 大少奶奶 樊昊他们不是迷捏的 不会有事了 放心 好了好了 大家散了吧 该回家回家了 好好好 好 挺好的 小心点 再来 一二一 起劲 一二一 来来来 来动 来来 再来一点 一二一 大牛 别毁心 这老天爷 把咱哥俩埋在这儿说话 哥 咱俩也算是生死与共了 我爸他应该生警了吧 这会儿应该差不多了 兄弟 你 对不住你 你还这么年轻 哥 你怕吗 怕 我当然怕了 他放那一刻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恐惧 但是现在我不怕了 为什么 是吗 就算是 咱俩真的出不去了 但是你想想 想想被咱们救上去的那些人 还有你爹 洪武 嗯 他们都能平安回去 我觉得 咱们俩的命 换七十多条命 知道了 哥 跟你说句实话 我特别想让你成为我的姐夫 可你却娶了蔡小姐 甩了我姐 好几次 我甚至想杀了你 为我姐出气 可后来我知道 你是为了保住妖窝矿 跟洋人 汉奸 一次次较量 我敬佩你 尤其是这次矿难 你能跟我们一块救人 你跟黑镖大哥一样 都是挑汉子 兄弟 你能这么说 就算是死 哥也迟了 哥 哥 咱俩死没事 我就怕我爸 我姐 她们想杀 大牛 不许哭 大牛 你听我说 咱俩不能在这儿等死 就算用手挖 也要挖出一条生路来 知道吗 嗯 大牛爷 大牛爷 有声音 快 来 快去这儿啊 快去这儿啊 一 二 一 一 一 就算那么一点儿了 加把劲 来 好 咱们有救了 兄弟 加把劲 好 快 快 走 走 大少爷 快 把大少爷和大牛 拉出来 大少爷上来了 孟帆浩 身为富家一方的矿主 却不惜性命 去解救矿工的精神 感动了 腰窝矿上下几千号矿工 也感动了美国人何华 自死之后 何华与樊浩 再无介意 此外 樊浩 与大牛 美娟与兰兰 也在共患难后 化解了心结 不再对对方 有所惩戒 洪叔啊 咱大少爷真是了不起啊 救了矿山那么多人 这次啊 真是多亏了你们了 樊浩 你们救出大家之后 又在井下 待了整整一天一夜 美娟儿 嗯 直到 我在井下的时候 想什么呢吗 想什么 不在家 咱们这一世夫妻 还没做够呢 再要 有我一个人 换七十多条命 迟了 你别说了 我们回家 我们和德塔公司签订的购媒合同还差多少 还有近百吨没有完成 他们是不是在搞什么投机买卖 德塔公司这次的购媒数量实在太大了 报仁先生 王永昌 他肯定是看了这份报纸上的消息 才找到德塔公司联系的 还听说 德塔公司把低价收购我们的煤 转让给了腰窝光 这是真的吗 我会去查 报纸上的消息一定要想办法证实它 尤其是一定要搞清楚这一次德塔公司 是不是把这一批煤卖给了腰窝矿 查一下腰窝矿最近往天津和各地的运煤记录 就知道了 怎么去查呢 只要我们查到那个船运公司 就可以搞清楚了 腰窝矿运煤大都走水路 我们这一次本可以借着腰窝矿透水事故 给他们造成沉重的打击 然后就可以趁虚而入 加快我们对他的并购计划 如果德塔公司真的把这批煤低价的卖给他们 而他们有高价的卖出 他们就能够度过这次难关 那我们的希望就又化为泡影了 都怪这个愚蠢的王永昌 听着 让枣杠子探听船运老板的事 同时要密切注意腰窝矿的动向 好 别起来啊 你身子还没好利索呢 再休息两天吧 来 扶我起来 来 来 我不能再休息了 这次矿上的事损失这么大 机器损失也很大 我得去矿上看看 再说了 一会儿咱家还得拜宗祠呢 生死你都挺过来了 这些困难算得了什么呀 来 你扶我一下 来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别担心 跑多了 来 快点 来 有你陪在我身边 我这心里啊踏实多了 有你陪在我身边 我这心里啊踏实多了 妈 好 列祖列宗在上 这次妖王获能够躲过一难 是列祖列宗的保佑 我和樊华叩谢列祖列宗 爸 您放心 我一定会带着孟家 把咱妖窝矿 发扬光大下去 不会辜负您老的遗愿 丫头 爸 您这是 您怎么来了 怎么不在家多歇几天呀 我哪待得住啊 这心里不是有事吗 我主要是惦记大牛 小伙子傍着呢 这点事算什么呀 拜见岳父大人 快快 请起 请起 我一进山寨大门就值得您来了 通知早上 准备午夜要上好的酒菜 我要陪岳父大人好好喝上两瓶 好嘞 不用 不用 不用啊 我这次上来不是喝酒的 这这矿上出了大事 大牛跟你说了吧 我都听说了 烦号是真爷们 而且通过这件事 大牛他们也成了患难之交 这我都知道 请 这 这矿上啊 他出了这么大的事 这 这煤也出不了了 我琢磨啊 这孟家呢 肯定又遇到困难了 这 这 而且 马上就要发工去了 这 这 我这 这着急呀 岳父大人 您跟我有话就直说 如果是矿上的穷哥们们 发不到工钱 孟家手头紧 我虽然小家小业 但一定会尽全力帮忙 丫头 还 还是我 我这姑也善解人意啊 哪里哪里 爸 您说您这酒是喝呀 是不喝呀 当然得喝呀 这 能拿着钱回去了 干嘛不喝呀 等会儿咱俩俩喝两口啊 好 那个 丫头 走 跟我看看大牛去 岳父大人 哪有老子看儿子的道理 大牛啊 在底下 那比我瘦罪瘦得多呀 这 老子看儿子 那也是理所应当的 丫头 快快快 来来来 走 看看你弟弟去 那个 姑爷 你在这准备着啊 好 好 大少爷 这些保镖 你都看一下 咱们现在腰窝矿 大部分的采霉面 都停工了 虽然渗水源已经堵住了 但是有几条水平 行道都需要维修 因为渗水 咱们的机房和储藏煤 都得要重新整理 恐怕这几个月 钱要先付抢修费用 所以 工人的工钱去哪儿抽错呀 这些情况我知道了 咱们现在不是 还有一批煤吗 先把这批煤呢 给卖了 维持一下 我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呢 找一些股东 多筹点资金 准备买设备 好 大少爷 我看这样 我先把从德大公司 转过来的煤 尽快运往南方去销售 这是个好办法 对了 红叔 你这身体刚刚恢复 多注意休息 没事的 练武之人 这点皮外伤 小意思 大少爷 那个古董商 邹百亿也算是咱们的股东了 对 按说这邹百亿还真算是讲义气 这也算难能可贵了 这活可真累啊 是 你说这井里啊 透了水之后吧 可不是之后吧 烤到像一滩烂泥似的 支撑木横七鼠拔 连翻斗车都倒扣着 是啊 大少爷怕是连我们的弓箭 都发不出来了 来来来 都听着啊 你都过来 求你这大叔 发财了 咱们矿上不是遭了难吗 收拾起来啊 肯定是不容易 煤也不出了 怕兄弟们哪 这家里头揭不开锅 这个养家糊烤的也不容易 那是 夏天干活就得拿工钱 要不然我们拿什么买粮食啊 现在半年一发放工钱的日子 就要到了 恐怕我们呀 得提醒孟大少爷 给我们发工钱呀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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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是矿工人 不 他自会有办法 瞧 我这不是把银子拿来了吗 凡是今天从我这儿支了钱的 谁也不许在他矿上账房去支钱了 听见了 放心吧 放心吧 来来来 领钱领钱 好 来 排好队 发工钱了 好 排好队 来来来 排队排队 排好啊 来 排好了 来 领领一个走一个啊 别紧别紧 来 领领一个走一个 来来 谢谢 拿着吧 谢谢 老款 你叫我来干什么呀 说让我喝酒吗 这不是我们家大少奶奶说 风叔 大少奶奶 您说您 在锦下泡了那么长时间的水 还救了那么多人 您怎么不在家多些几天呀 这不是 我听老款说 您替我们账房给工人发了很多工资 我就过来问问 快坐呀 来来来 这这这有句文词叫什么来着 你这这 我想想啊 岳祖带袍 来 坐 我这岳祖带袍了啊 来 老款啊 这我抢了你的活儿 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我还说呀 去跟工人们说 这笔钱过几天再发 结果他们说呀 就逆子给发了 我就把您叫过来问问 好 风叔 您这么帮我们梦记啊 真不知道该怎么献人啊 来 您看 这些银子啊 您先收着 剩下的以后再还 这钱呢 不是我的 我只不过是借花献福 风叔 这是借谁的花啊 这是我姑爷 黑庙的 他听说呀 樊昊跟那小舅子在井下 有过生死之交 他想帮樊昊一把 这是他应该做的 就这事啊 行了 我走了 这老冯啊 老夫人惊动您了 老夫人 您的葫芦呢 这是我把酒钱也搁里头了 我听樊昊说 您为了矿上的事 喝了一辈子兑水的酒 现在为了这事啊 又把这口给戒了 我们孟家真是对不起您呢 那酒葫芦从明儿带上 这酒钱啊 包在我身上了 老夫人 樊昊他爸在世的时候啊 有恩于我 我就做这么点事算什么呀 这样ene 这样那就等咱们这个过了难关 等咱们矿上出了煤 咱们再还 最应该遮臣了 就咱们着了 先走了 老有我 我送送您 慢走 留步留步 留步啊 你们呢 多注意这边的情况 多派几个人去那边 仔细观察 大少爷 好 兄弟 大少爷 你去吧 怎么了 大少爷 红武叔来了份电报 他说他坐早了 这回来了 这会儿应该到家了 你盯着 怎么样啊 于老板 我们开平煤矿的 这份运煤合同 如果全都给了 你们百利传业的话 那可真是一块肥肉啊 是啊 不过 这块肥肉 不会是天上掉下来的 你们有什么事 说吧 腰窝矿最近 往天津和外地 一共运了多少枚 以后还会运多少 我明白了 你们是让我做奸细啊 于老板真是一盏明灯 一点就亮 这各行有各行的规矩 这我不能说 大家拉倒吧 没想到 于老板还有这样的操守 佩服佩服 就是饿死 也不吃你这魅心饭 告辞了 洪叔 大少爷 洪叔 没卖的怎么样 全卖了 利润是这个书 太好了 这回可以跟古东交代了 各位各位 我现在正式宣布 邹百亿邹老板 成为咱们腰窝矿的股东之一了 我们欢迎 谢谢 谢谢 走走走 我原以为呀 这幽窝矿难 让咱们入股的银子 都打了水漂了 这股东大会一开 我全明白了 是啊 我也明白了 大少爷说呀 这天津商报登的卖媒的新闻 是假的 社套是真的 南洋富商 高 投资十五万两白银 也是真的 大少爷 这不服不行啊 我算是服了 是啊 这大少爷到底是刘洋回来的 打起商战来 真有一套高招啊 过奖过奖过奖啊 那个洋人 根本干不过咱们大少爷 不说这个了 来 喝酒喝酒 来来来来 来来来喝酒啊 来 波尔文先生 让你去查的事情都查清了吗 我都查清楚了 好吧 我只想听到重要的 是这样的 这个 孟凡号前一段时间 水路铁路运输都很繁忙 他们还开了个股东大会 这个汉司的德塔公司啊 卖媒是假 因为我们上钩是真的 就是 还有就是南洋富商 投资了十五万两研造 这也是真的 还有您不知道的 就是 邹百亿已经成为他们的股东了 这个 这事情我已经查过了 是这样的 孟凡号 把雨国天晴卖给了邹百亿 邹百亿又卖给了何华 何华在从邹百亿那里买雨国天晴时 是王永昌做的担保 定金十五万两啊 在天晴签的合同 何华的事情我已经上报总部了 我想他很快就会滚回美国了 不过 这份报纸是怎么回事 还有那个主笔 这回媒价上涨了 孟凡号低价买入 高价卖出 赚了整整十五万两白银哪 听说 他已经把以前拖欠矿工的工资 全部补发 而且提高了工人的待遇 他还通过新的关系 订购了新的德国机器呢 这个孟凡号 他想跟我们开瓶公司平起平坐 他的腰窝矿和他新买的那些设备 早晚会归我 报纹先生 报纹先生 孟凡号的确是把雨过天晴 卖给了邹百亿 然后转手又卖给了何华 他给了孟凡号十五万 摇窝矿也的确像汉斯兄弟 开的德国德塔公司 低价买进了大批煤炭 那显然是我们的煤 这都是你做的好事 天津商报的事情 你都查清楚了吗 清楚了 我都查清楚了 那个散布假消息的主笔姓孙 跟孟凡号在天津有过接触啊 这件事我们是吃了亏 但这不算完 我会通过英国总部 向新的直立总督杨大人通报此事 因为这一系列行为 已经涉嫌欺诈 不 波尔文先生 我买古词只是个人行为 与公司无关 孟凡号利用报纸广告 恰到好处高明地骗了开平公司一次 这只能算商战中的寂寞而已 这够不成欺诈 难道不是吗 何华购买宇国天晴的银子 好像也成了摇窝矿 这场声仗的资金来源之一 这个美国年轻人也太傲慢了 根本就没有把波尔文先生 和咱们开平公司放在眼里啊 黄永昌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 不劳你费心 中国人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 怎么吃进去的怎么吐出来 太精辟了 这波尔文吃了亏 你会对天津报社的孙朱碧不利啊 红师傅 大少爷 你看看 真让你说着了 英国人召回朝廷 说是因为报社的假新闻 让英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天津衙门已经把报馆给封了 朱碧孙先生因为造假新闻 损害了英国利益被抓 果然让我说中了 老怀 准备一下 我们俩去天津 走开 就是啊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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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别看了 别看了 绝过 绝过 洪叔 您联系向南了吗 向南去了南方 还没回来 你去通知汉子 去启示林公公见命 好 走 大老 您好 请问汉思先生来了吗 在那边 好 汉思先生 您好 您好 请坐 又麻烦您了 没关系 有事尽管说 是这样 这波尔温呢 上次在报纸事件吃了亏 所以他召会英国外交部主面 给大清朝施压 把《青金日报》的孙主编给抓起来了 所以呢 我不希望他因为我而受到牵连 汉思先生 我来呢 是想听听你的看法 不知道孟先生是不是了解 你们中国呢 有一句古话 叫做不能头疼一头 脚疼一脚 接着说 我觉得呢 我们现在还是得要从 最主要的问题开始着手 我可以去找冯匹德里士先生 通过他的关系 去找德国外交部 向清政府施加压力 保护我们德国商人 在华的利益 因为我们的合同是合法的 那样 报纸和孙先生的事 就好解决了 这个主意好 谢谢你 汉思先生 从青山关的时候开始 我们就已经是好朋友了 别客气 宝瑞先生 天津方面的消息 那个腰窝矿啊 和德国的德塔公司啊 好像真有一个购媒合同 现在德塔公司的职员 拿了那份合同 去天津衙门 交涉要求解封了报社 放了孙初比呢 天津衙门现在是什么态度 那个周学西 还去找了直立总督府 直立总督府 说的是什么 我就不知道了 直立总督府的态度 也变得暧昧了 因为我听说 德国外交部 也向清廷提出了抗议 但是德国在华丽义的矛盾 纠纷我们大英帝国 是不能介入的 否则的话 连我的位置也会保不住 这件事情 依我看 你还是放弃吧 我真是不甘心 但是也只好如此了 嗨 我们拿德国人没办法 但那个姓孙的臭文人 来 周大人 白昊 这次告你们商业欺诈 有惊无险哪 是啊 还得多谢周大人出手相助 白昊 你把那个天津府衙的决定 再详细地说一下 天津府衙 已经不再追究腰窝矿 所谓商业欺诈的事 但是他们执意要扣留孙先生 说是要教训教训这些文人记者 不过我觉得 应该把孙先生营救出来 彻底解决这件事情 否则 他们还会找别的理由 治我们的罪 现在鸾州矿的乙鸾收开 已被朝廷叫停 具体的做法 还得等朝廷内阁的进一步指示 是 眼下这种情况 你还有别的什么好办法吗 周大人 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请讲 现在天津 有很多鸾州矿和腰窝矿的股东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他们发动起来 在天津市场上 搞一次集体罢市 声援孙先生 要求衙门放人 这个办法可行 现在直立总督府 也是因为这件事牵扯到洋人 一边是英国人 一边是德国人 所以不好插手 如果罢市了 天津 衙门 也有他们自己的后台 这样直立总督府再出来说话 也有理由啊 现在不光是煤炭也 举国上下 都对英国人 片战开瓶矿的事情 表示不满 大少爷说得对 如果股东们决定罢市 我想大家 肯定会积极参与的 那我明天 就去煤炭交易所 正式宣布 鸾州的煤炭金 在天津市场全面拔市 好 就这么决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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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鸿鸣先生 鸿鸣先生 鸿鸣公司 连发电报 要求我们继续履行合同 否则要进入司法程序 我们吃了那么大的亏 现在又被他们逼入了死路 让开 让开 包人先生 要出什么事了 孟凡昊和周学熙 在天津的煤炭市场 罢市了 罢市 要求天津衙门罚人 真不错 大少爷 听说总督府 给天津衙门下了公文 大概意思是说 鸾州煤炭 在天津市场分额很大 一旦巴士继续 牵连重大 让天津衙门尽快放人 一平事态 好啊 看来这一战我们赢了 来 来 孙主比 让您受苦了 孟老板 这都没什么 虽然进去了 因为涉及洋人 他们也没对我用刑 这回啊 我看您可以再写一篇 牢狱见闻了 来 来 孙先生 这一次 波尔文没有达到目的 他肯定后面 还要继续履行 和德塔公司的购媒合同 他们肯定不会干心 对 枪打出头鸟 最近 你可要多加小心哪 嗨 干我们这行的 经常受到危险 不怕 嗯 我就佩服你这样有血性的汗子 来 干 干 啊 约翰 我们 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 还是发生的 我们的损失已经不可避免 该怎么样 向左部交代 我在想也许 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您的意思是 孟凡后会使用诡计 我们也有我们的智慧 你去把汪血伴交来 我还是较早杠子来吧 王永昌的这个 不灵 出来 出来了 走 大少爷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报社来人说 孙主比一出报社 就被几个人绑走了 我想 可能是报尔温手下人干的 如果是他们干的 肯定会绑到鸾州去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作火成目标太大 不大可能 坐船明天半晚才能到 黄叔 快 准备一下 咱们俩连夜赶回鸾州 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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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 怎么了 黄叔 我去战口庄 你去美河满头 分头走 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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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你的 去 你就是那个孙记者吧 你们是什么人 你不用管我们是什么人 我只问你 天津商报的那篇文章 内容是真的吗 是真是假 与你们有什么关系 你只要在这张纸上签字 证明那篇文章的信息 是假的 让开瓶矿的王永昌上了当 和德塔公司签了不合法的合同 那篇文章 我就放了你 你们想逼迫我承认这篇文章 是假的 你心里知道 那篇文章本来就是假的 错 那篇文章 确有其事 我绝不会在你们的逼迫下 签字的 你不签是吧 等到了地方 我剁下你一只手 再让你签字 带走 好 把人给我留下 如果不留人 我就去官府告你们绑架 糟糕子 上次在私牢里我饶过你一次 这次绝不会手下留情 快来 孙先生 走 好 大少爷 人送走了吗 洪叔 送走了 大少爷 孙先生已经上了晚班车 放心吧 好 大少奶奶 洪叔在呢 刚才仁和书彧的竹老板 送来一封请擠 竹老板约咱们明天去看戏 看戏 看戏 对 人和书彧上次不是有个叫 歪辫子的小混混在那捣乱吗 这次不会有什么阴谋吧 不至于 胡说 明天一起去 好 我办完事就去找你们 美娟啊 好长时间没有放松放松了 明天去听戏 放松一下 那个小桃红的戏啊唱得真是好 好 咱们叫上凡华和翠喜吧 大家一起愿闹愿闹 对 明天都去 把孩子也带上 男来的北网的 穿牌的挂掌的 捆紧的松绑的 剃土的带响的 一壶茶 金金谷大事 一杯酒品香艳同情 带玉宝玉梁洪玉 住一人里边请 走了 作人面调 不忘 飞满场 好 您在抱抱夏季 给我的 我听说 他头上这块疤 好像是一米啊 说什么呢 你忘了上次啊 因为我来听戏 他呀还被一群小虎虎 给破了像 他那个疤呀 就是上次造成的 后来我去天津的时候 还去看过他一次 我对你呀 是一百个放心 我不生气 好 你说 这小头虎 对大哥是不是有点意思 什么 你别瞎说了 大哥什么人 你还不知道吗 再说 要不他怎么能 带嫂子一起来听起 大哥可比你强多了 那会儿啊 你来听我的戏 早就对我图摸不轨了 说真的啊 你觉得你唱到 还人家唱得好吗 我比他一点都不差 他啊 唱不了阳哥 好 好 郎少爷 今天呢 是桃虎姑娘特意 请二位过来捧场 以表示对二位的谢意 客气了 朱老板 朱老板 大哥 这个小桃虎会唱的 我们家翠喜也会唱 真的 对了 大嫂 你还没听过翠喜唱歌吧 还真是 咱们在家里头啊 还没听过咱二奶奶 唱一唱呢 刚才说了 那个小桃虎会唱的呢 咱们家翠喜都会唱 真是名嘴呢 可是咱们家翠喜会唱的 小桃虎不一定会唱 吓死我了 真的真的真的 你们听没听过杨文杨歌 大哥 你在美国 那肯定是听过啊 但是在咱大清唱 你是不是前所未闻 那倒是 大家想不想听 想不想翠喜给大家 来一段杨歌 来 欢迎一下 好好啊 那咱们就请二少奶奶 给咱们唱一段杨歌 等一会儿呢 我再给孟少爷 唱一段一针飞 好 今天啊 就全当咱们大清的帕提了 妈妈 什么叫帕提啊 帕提啊 就是杨文里面宴会的意思 我要听翠喜整身唱 好啊 来啊 翠喜 那就请吧 来 来 来 鼓励一下啊 欢迎啊 谢谢 唱真是 好吧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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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喜 再来一个吧 去你的 以后再唱啊 你可得在门口给我收钱去 我说翠喜啊 没想到啊 你还有这个才华呀 谁叫你的 咱们唐山有上千个洋人 洋济师和洋太太 跟他们学的呗 那可真不是啊 没人叫她 她就是从那个留生匣子里学的 让大哥大嫂就笑了 挺好的 挺好的 我跟你说真的 翠喜 我真应该把你送去西洋 去学那个叫什么西洋歌剧 真的 肯定行 那感情好啊 不过现在啊 可晚了 我还舍不得离开咱孟家呢 真是 行 那翠喜既然已经唱过了 刚才小刀红要唱那个 一针飞 听说这出戏 在天津唱的那是火急了 大家欢迎一下 好吧 好 来来来来 欢迎小刀红给我们唱一个啊 来来来来 那我就再给大家唱一段 一针飞 这儿挺热闹的嘛 朱老板 我们花的可是一样的琴 怎么着 谁啊 我们在外边听 他们在里头听 你们这个听戏是不是还分等级呀 没有没有 他是从刚子的属下 我这个地方去 您哪 可以到外面去听会儿 那 那不是让你十六姐在外面唱着呢吗 十六姐在唱得不入耳 我们今天就要听小刀红唱 对 朱老板 把窗户关上 让小刀红接着唱 这怎么说话呢 找事是吧 起来 滚 我告诉你 朱老板 赶紧把这儿给我躺开啊 我今天就要在这儿听得唱戏 我要听小刀红唱戏 我要听得唱戏 混成东西 听我唱戏 你也配 你也配 我不配 你今天看看我配不配 我去 我去 快 快快 快快 我这儿 范花 火剑 啊 蓬少爷在哪儿 啊 在那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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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房后 你没事吧 给我杀来的 起来 说 谁派你来捣乱的 我 我自己来的 放屁 是不是走杠子 孟少爷 我不能说呀 说了我就得死 知道我是谁吗 您是红武爷爷 知道就好 我警告你 以后再也不可以来 人和书院捣乱 否则 我打断你的腿 你向朱老板保证 你保证赔偿这里的所有损失 再有任何人来这里捣乱 我就拿你试分 甚至要你的命 说 朱老板 我向你保证 以后再也不改了 红师傅 算了 赔偿就算了 都不容易啊 听见了啊 滚 大少爷 没事吧 没事 桃红姑娘 没事吧 没事 今天多谢孟少爷和红武叔 王起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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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周 什么事 我这下边还忙着呢 这几天的产量 大不如前 少了很多 怎么回事 这 这包没黑子就是贱命 你一会儿不拿鞭子抽他 他就不动他 不但窝工偷懒 这私底下还纷纷议论 都议论什么呢 他们说呀 咱们大清 给洋人赔了那么多钱 现在还要给洋人挖煤 他们干活 不就是为了挣钱吗 英国人 也没手给过他们工钱呢 你得给我看住了 这是个不好的苗头 再说 也不能管得太紧 勾急了还会跳墙呢 要有分寸 明白了 对了 邪霸 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那个 有人来报 说黑表今天一个人下场了 这倒是个 好消息 记住了 产人 是个人的产霉 黄元昌 跟早纲你去哪儿了 不知道 不知道 信不信我把你扔坑里 让你永远不知道 快说 糟缸子带着几个兄弟 拿着枪 射服去了 邪霸 不不不 王永昌 他是当官的 我 不 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他 能不能 还是 吗 社団 不算 你 是 不是 吗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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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 大兄 表哥 怎么回事 是早纲的他们 有事王永昌干的 是 我本来去开屏 找王永昌算账去了 听矿上人说 早刚在这儿伏击你呢 我就赶来了 温蟹上山 你赶紧到凤凰客栈 保护你一见恒风生 好 王永昌 我他妈早晚灭了你 本来呀 想请你好好看出戏 没想到 闹这么一出 你呀 以后真要当心点 知道这样多危险吗 放心吧 我以后会小心的 吓着你了吧 大少爷 你们走了以后啊 和华现实来了 这是留的条子 去吧 哎 这和华又有明天下午 到河头花园见面 说有重要的事情 会不会是什么圈套啊 不会 这和华又不是不耳闻 不至于 嗯 和华先生 找我来有什么事 孟先生 由衷地说一句 我是很佩服你的 请坐 嗯 在中国 像你这样重视西方技术的实业家 并不多 虽然 你们的朝廷也搞过洋务运动 但是 思路很混乱 并没有太实际的效果 所以 你这样 脚踏实地地做事 就更加地难能可贵 和华先生约我来 不止是为了夸我吗 我想说的是 我要回美国 回美国 为什么 具体的 我也就不再多说了 我想对你说的是 我准备 把手里的腰欧矿股份 转还给你 当然了 只是我当初 买入的价钱就可以了 我以前从繁华的手里头 是低价收买的 它是为了还赌债救急 所以 用很低的价格乘交了 我还是用这样的价钱 转还给你 毕竟 我以前做过 有所于你们的事情 谢谢你 何华先生 嗯 你帮英国人 办了一件大好事 可是我猜 这个鲍尔温先生 未必会领你的情 好 孟先生 我在中国这几年 为了积累资本 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我回美国之后 也许会进入政坛 这 你不会感到意外吧 当然不意外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何华先生 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是的 每个人都应该有野心 你孟先生也很有野心 对 我是有野心 我曾经在贵国求学 对美国有一些了解 我们这个民族 是多难兴邦的 但是我相信 总会有一天 我们国家 可以跟美利坚合众国 比肩而立 我们一定会做到国强野心 甩掉落后的辫子 这就是我的野心 樊浩 你并不懂政治 你的野心 在你们目前的朝廷 封建主义的统治下 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我是不懂政治 对于社会制度的优劣 也很迷茫 何华先生 不如 我们就刚才所说的野心 来打一个毒怎么样 如果我们都还能 再过一百年 回头看一看 我所说的这些 能不能实现 好啊 我敢预言 你的奋斗 必将以悲剧而告终 而将来 肯定会有不同的结果 好 我赌十美金 你已经输了 不一定啊 鲍尔文 让我在离开中国之前 做最后一件事情 什么事 他要在这里开一次 有我 你 他 约翰 汉斯 邹百亿参加的对证会 当面问清楚 德国公司的合同 以及我通过 邹买你古董的事情 他认为我们之间 有欺诈和不可告人的勾当 损害了英国人的利益 他又不是法官 有权利开这种会吗 没有 只是一次私人聚会 你来吧 就当是慰了我 好吗 好 到时候我一定去 不过 只要不是鸿门宴就好 不是鸿门宴啊 我还真有点担心 没事 别担心 在这种场合 他们会戴上虚假的面具 更何况我和何华也算是朋友了 大少奶奶去放心 我会坐在巴尔温身边 更何况我和何华也算是朋友了 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 我先制住他 令他们谁也不乱动手 那我就放心了 女士们 先生们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赏光参加今天这一次私人聚会 我想这是一次文明的沟通 我希望大家能够边喝酒边交谈 在轻松活跃的气氛下澄清一些事情 在我们中间产生了一些不该有的误会 我们应该把这些误会铲除掉 然后我们的何华先生就要返回美国了 谢谢 我们的德国朋友汉斯先生 上一次跟王协办签订了一份售煤合同 以极低的价格买去了我们大量的煤炭 可最近煤炭市场行情看好 这让我们开平公司损失非常巨大 鲍尔温先生 我们德塔公司和你们开平公司的王协办 所签订的这份合约完全是合法的 至于价格的浮动时而涨时而跌 那是市场上的正常情况 就跟大海的涨潮和落潮一样 您说这番话是不是要让我 把这份合约拿给在座的各位看看呢 不 不不不不用了 没这个比方 鲍尔温先生 你拿这个合同也做了不少文章吧 你通过外交部 召会大清朝廷 给直立总督府施压 封了天津商报 抓了孙主 你说的这些情况我根本不清楚 今天请我们来 不就是想搞清楚吗 我来替樊昊先生作证 天津商报的报道是真实的 我们低价买进的煤 还没来得及送往各地 还在矿上存放 至于这之后 我们是否要卖给樊昊先生 这是我们的自由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陷阱 所以你们现在对樊昊先生的指控 是完全不合道理的 我觉得你们是串通好的 而且孟凡昊利用和华先生 喜欢古董的爱好 欺骗了他整整十五万两银子 以此作为他购买低价煤炭的资金 这难道是真的 鲍尔温先生 我们共事多年 你的行为让我非常地失望 我购买邹百亿的雨过天晴 纯粹属于我个人的买卖行为 至于邹先生和孟凡昊他们是怎么交易 是人家的买卖自由 这与煤炭生意无关 我请王永昌做的担保人 付给邹百亿十五万两的定金 与南洋富翁的投资 给孟凡昊十五万两 纯属巧合 这跟孟凡昊先生有什么关系呢 何华先生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你 请你记住 你现在还没有脱离开平公司 你在替谁说话 鲍尔温先生 我们要尊重事实 这个是我的合法权益 邹先生 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 我以一个中国商人的人格担保 今天何华先生说的都是实话 我卖给何华先生的雨过天晴 与孟凡昊先生无关 纯属我的个人行为 你们西方人最讲究的不就是 买卖自由吗 邹先生 不要忘了 你们的雨过天晴是假货 你卖给何华先生是欺诈行为 什么 假的 欺骗 我们不要低估何华先生的智商 何华先生是个中国通 买了上千件的中国古董 样样准确 眼力过人 堪称专家 我相信他的判断能力 请问 你们著名的家世博拍卖公司 从1877年成立至今 难道就没有过一企 赝品之争吗 更何况 我一个小小的古玩店 从来是 买卖自由 买退自由 你说我欺骗何华先生 从何说起呀 倒是你们请来的 戴鸿儒先生 自称是 大清朝古词研究院的 鉴定专家 众所周知 我大清朝 根本就没这个机构 可不可以说 戴鸿儒就是个赝品哪 我也来说两句 二文先生 你趁着煤炭市场走入低谷 推波助澜搞乱市场 趁机压垮我们本土商人 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孟凡昊先生 我不允许你诬蔑我们大英帝国的实业家 我们现在是在讨论你的商业欺诈行为 你们的欺骗行为 我也早就领教过了 鲍尔温先生 你应该知道 1885年 唐廷书唐先生 开创了开瓶矿 那时候年产量是二十四万吨 1898年 年产量在八十万吨 很快将杨梅彻底地挤出了天津市场 你们英国呢 借开瓶为清政府代修秦皇头码头之计 利用鸽子事件将张先生扣押 然后再由鲍尔温先生 和天津海关税务司德水林 密谋一份合约 借着张义张大人不懂英文 逼他在上面签字 而你们呢 用一英镑 就骗占了开瓶矿 后来你们作贼心虚 又将开瓶矿 转手给了一个国际财团 完成了所谓的法律程序 鲍尔温先生 何华先生 约翰先生 你们都是当事人 应该很清楚 你这是在捏造事实 孟凡昊 你要为你所说的话负法律责任 我当然敢做敢当 你们一时得逞 并不可能永远得逞 我腰窝矿 不会重蹈开瓶矿的负责 这开瓶矿是中国人的 早晚我们会把它收回来 鲍尔温先生 我们来打个赌 我赌十英鲍 怎么样 好吧 我赌 好 乾杯 何华先生 你的这十英鲍肯定会输的 来 樊浩先生 你真是太厉害了 相信吗 如果你在美国 你一定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旅行 看来我担心的鸿门夜啊 只是一场唇枪蛇战 好了 我也就此别过了 那么何华先生 祝你在海上一路顺风 也祝你在正坛上一路顺风 谢谢你们 最后 我再说一句 那个雨过天晴 因为被戴红如 鉴定为赝品 我不想把它带回去 我呢 会让邹把它送还给你 对不起 樊浩 我还要跟邹先生 说一下古董上的事情 好 告辞 还是向南说得对啊 这大清朝廷腐败无能 何还那十美元我会说啊 可是那个巴尔文的十英棒 我准赢的 这要算下来 还是你赢了 赢不赢又能怎么样 大清朝廷要完了 从目前的形势看 自从两年前 蒋卫平先生和宋教人 吴璐贞他们 在奉天成立了同盟会的分会 鸾州这带的局面 对我们是越来越有利了 现在的鸾州啊 就好像一个火山口 随时有可能爆发 那我们就设法 和黑镖直接接触 是 黑镖队伍精干 恐怕需要武器 才可以跟官府对着干 我明天要建一项猛樊号 然后去趟天津广州 去跟外国的军火商联系一下 尽快帮助黑镖他们武装 不然 恐怕时间真的不够用了 好 那这样我们就放心了 那我们明天就动神去武汉 好 那就这么定了 驱除大陆 光复中国华 叶先生请 大少爷 您徒学叶先生来了 善男来了 来来来 快 坐 老奎 记长 好 坐吧 你怎么来了 方浩 有件事情 我一定得告诉你 什么事 其实我的身份是 我早就知道 你是南方革命党对吧 在美国上学的时候 你总跟那些接近人士 成天在一起 方浩 我知道你的为人 所以这件事情呢 我也不准备瞒你 不过具体的事情 我日后再详细地跟你说 我现在要去趟南方 随后呢 想联系一下凤凰山上的黑镖 你看有什么办法 能帮我提前安排一下 想联系黑镖 我想联合他的人马 日后一起干一番大事 原来是这样 向南 我给你个建议 我觉得你暂时 先不要直接去接触黑镖 如果你们一旦谈不拢的话 这件事情就没有退路了 这样 我介绍你去找一个人 你和他谈通了 黑镖那边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好 这个人是谁 他叫冯兰了 是黑镖的夫人 我知道的 那我怎么找他 你去凤凰客栈找他 都说我介绍你去的 跟他谈谈 下来再来啊 好 好 这位少爷 您吃饭吗 走 里边请 不用了 我要见冯兰了 你说谁啊 冯兰了 我们这儿没这个人 我是孟凡浩所找来的 请 进 来来 这位先生说 他是孟凡浩介绍过来 好 好 我就是你要找的冯兰了 我在美国听凡浩说过你 是他让我来找你的 请坐 那你们先聊 好 有事叫我啊 好 什么事说吧 我想见黑镖 你知道黑镖是干什么的吗 当然 我还知道青山镖局的镖师们 跟他一样痛恨官府 痛恨欺负我们的洋人 那你是干什么的 这么说吧 我跟黑镖大哥志同道合 你想什么时候见黑镖 我先去其他地方 做好请他出山的准备 然后回来见他 还想请你提前打个招呼 没问题 咱们一言为定 来 慢用啊 客官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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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用 忘记吧 又想睡醒了 这娘们儿变了 现在叫不出来了 这还不好忘吗 把他那些丑事 在孟府里一抖 还不就得让孟家人 给轰出来吗 到那个时候 他还不得乖乖的 回到您王歇办的身边吗 周老板 我的这批古董 要急于出手 所以你要抓紧些啊 何华先生 好的你都留下了 眼力吃不准的 淘汰换成银子再走 我说你啊 你可真是算计到家了 孟家的那只雨过天晴 你替我还给孟范号 好 何华先生 是真的吗 告诉他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我一定办到 好 找您的钱 两位客官 慢走 好 后悔不起 好 驾 驾 再见 走了吧 杠爷 王协办 二位爷吉祥 您这是上哪发财去啊 那个叫荷华的洋人走了 把手里的好东西 都留给你了吧 哎呦 人哪能平白无故地给我呀 他又不傻不捏的 让我呀 帮着他代卖 还有孟家那个雨过天晴吧 哎 这个人家可不卖 人家何华先生说了 真心实意 要还给孟家 这件雨过天晴 先别着急还回去 好嘞 我也是个担保 还想留会儿 长长眼哪 这 怎么啊 成 也就是您王协办 这个面子得给 反正啊 东西在我这儿 您老啊 什么时候想看 尽管吩咐 我还有个事 告个价回见您哪 王协爸 您还真想看这个雨过天晴啊 是啊 我是想看看 不光看看 还想拿他做点文章 文章 什么文章 臣三要注意点啊 来 接着 来来来 那边都过来过来 那个灯笼当心点啊 小唐仁 吃过吗 小唐仁 好吃好吃好吃 哎 谁不给 好好好 不许想啊 小唐仁 小唐仁 你要灭人是吧 这个给你 这给你 快去吧 玩去吧 慢点慢点 别摔了 哎 哎 哎 嫂子 我哥呢 哦 在护腰书房呢 哦 这 到处都是红通通的 咱家里有什么喜事吗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行 那我找哥去了啊 你从片门过去吧 好嘞 我过去了啊 万华 哎 哥 回来了 回来了 框上怎么样 框上挺好的 嗯 哥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 之前不是还赌债 我把你给我的股份 卖给了那个洋人和华吗 本来以为不够还赌债的 后来还剩了一半的银子 我就想啊 不如把这银子 放在细棉土框上 最近细棉土的市场 特别的火 我想看看有没有机会 把这框给做大了 不错 你现在能有这个想法很好 说明你越来越上道了 有你这样的大哥 能不上道吗 行 就按你说的办吧 好 那回头我就办这事啊 那我先回了啊 回吧 小翠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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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小翠 怎么了翠奇 没怎么 你怎么还哭了呢 出什么事了 哎呀 你是要急死我呀 有什么事你说呀你 你刚才看见外面在张罗了吗 看见了 这到处张灯结彩的 好像是谁办什么喜事呢吧 你 你个傻瓜 真是木头 你再去 上方看看去 上方 您一路上辛苦了 哎呀 不辛苦 哎 妈 哥 这是干什么呢 哎呀 哎呀 快去把他们叫出来 二少爷回来了 来了二少爷 来了来了 来了 快去把新媳妇叫来 给二少爷穿上 穿上 好 前边扣好了啊 妈 这是要给我办喜事吗 那还给我办呢 那你没告诉我呀妈 来 能挣了 来 好了 哎呀 新娘子来了 来来来 快快 真好 好 横华和翠喜小姐的婚礼 现在开始 好 一拜天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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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拜高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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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我的好女儿 有了最好的婆家 孩子 你算是掉进福窝里了 为父高兴啊 你叔叔也高兴 二少爷 我闺女拜托你了 放心吧 爸 好 送入洞房 好好好 我们先走了啊 二少爷这边走 来来来 快去洞房 入洞房了 快去吧 来 这下圆满了 来 这下圆满了 亲家放心吧 春夕 你看看 走 我们进去 走 我们进去 对 来 来 坐 老王 开门 哥来了 来了 哥 嫂子 没打扰你们吧 没有 恭喜你们 谢谢哥 谢谢嫂子 感谢你们俩 为我和翠喜所做的一切 樊华 你放在西眠土矿的那一半银子 也算你在腰窝矿正式入股了 按照四成算 算是哥送给你们的彩礼 翠喜 听见哥说的了吗 翠喜 我已经安排你爸和叔叔 在这儿住一段时间 你放心 谢谢大嫂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别那么客气 都是我应该做的 一家人不说两下话 你们成亲了 以后好好过日子 有什么难事就跟哥说 行了 那我们就先走了 走吧 好嘞 哥慢走啊 早点休息 慢走啊 哥 我何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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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夕 我终于给了你一个 迎为争取 高兴吗 高兴 范侯儿 我就是有点心跳 跳什么 我怕 我怕 怕什么 我怕这一切 都是一场梦 是 我的二少奶奶 是梦 可是我们 要比梦更加的美好 嗯 是 哎 隋夕 嗯 这大喜的日子 你要是能怀上该多好啊 去 我说真的 你说我要是真的怀上的话 给咱孩子取什么名啊 要是个男孩的话 小名就叫做大补 要是个女孩的话 小名就叫做大媒 这 这什么名啊 我捕你的名媒正取嘛 你又没正形了 要我说啊 得让大嫂帮我们取名字 大嫂有学问啊 行 让大嫂去 我现在是越来越发现了 发现什么 你表面上对这个弟弟挺凶的 其实啊 你很疼你这个弟弟的 樊华这小子从小就调皮捣蛋 孩子们呢 昨天玩得太晚了 这不现在还没起床呢 要我看啊 樊华有你这个哥哥 真是他的福气 是樊华有你这个嫂子 才是他的福气呢 我先走了 嗯 您来了 里边请 走 晚安 王协伴 您请坐 好 真是好东西啊 不过 我还有个不情之情 您说 我想给这件东西 配个盒子 您知道 我跟这孟凡浩有点误会 有点过节 我想借这个机会赔个情 赔个不是 知道你邹先生最好成人之美 所以呀 您 您 那东西吧 看也看了 它 它真不是我的 我也是受人之托呀 莫非 你还怕我掉包啊 我要是真掉了包 也逃不过您邹老板的法眼哪 那 那倒是 王协伴 您 您说的要是真心话呀 我就成全您一次 不过 就一天 行吗 一言为定 就一天 我要给这件东西 配一个顶级的红木盒子 明天的这个时候 还给您 成 千万别跟孟凡浩说 省得多想了 等我们哥俩和好了以后 再说也不迟 那就明儿个天河街景见 这儿啊 离孟府后门近 到时拿了东西 就手我得还给孟府了 那可就更好了 那 我就走了 好嘞 来了 王协伴 小心点啊 小心点啊 孟少 赶紧来 叔叔来给你 好 摘个苹果了 来来来 要这个啊 要这个啊 给 好嘞 凤华 哥 过来 你们先摘着 先帮我拿着这个 给我吧 哥 一会儿那个古董商邹老板 来给我送东西 您帮我接一下 我去等矿生 行 那我先陪孩子们摘苹果去了啊 走 来 走 走 王爷吧 邹老板 哎 哎 二位爷 哎 二位爷 您这雨过天晴可真是好东西啊 漂亮之呢 是啊 薄如纸 生如沁 色轻如天晴 一点都不假呀 没错 行了 左老板 我这可是完毕归照了 赶快给孟凡昊送去吧 成 我这就给孟府送回见 二位回见 走 谁呀这是 前面不走 走后门 真是的 苏老板 您快去 您快去 您什么事啊 我给大少爷送东西来了 顺道就走这儿了 那你等着 我给您叫去啊 陈思儿 家里怎么这么热闹啊 是我们给我们家二少爷 办喜事 办喜事啊这是 您先等着 我给您叫去啊 你看看这个 真棒 太狗 我想你狗 抓到吧 来 来 审慎抱您 那个抓到了吧 二少爷 来 给您道喜了 谢谢 谢谢 对了 我哥呀 他去矿上了 他吩咐我的 您要过来 哦 二少爷 这雨过天晴啊 是何华先生临走的时候 特意吩咐我送过来的 哦 二少爷 特意送还孟府 哎 对了 周老板 那个何华呢 他已经从天津登船 回美国了 何华走了 啊 哦 师哥我来啊 也算是给二少爷 道喜了 同喜 同喜啊 那个陈三 送送周老板啊 好嘞 您请 您慢点啊 明见 来 真那个 给我